如果說像剛剛這個公式啦 雖然改好像也還好 可是其實說真的 基本上難度絕對感覺起來啦 反而我覺得 在這裡用VBA 變簡單了 如果跟他比起來的話 那裡面的話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特別注意就是開發人員裡面 一樣是Visual Basic 那我需要做什麼呢 需要有一個函數叫做 數字個數函數 假設我今天 把剛剛這兩個欄位再複製兩個 這是VBA OK 然後呢我就是直接在開發人員裡面 先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應該基本插入一個模組 再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叫做 數字個數什麼 函數多兩個字好了 再來特別注意 這邊請記住 改為方選 這必要的 按確定 那你要跟使用者要資料 在這個 小刮戶裡面 這裡面跟他要什麼 請你給我一個原始資料 好 他就會給你原始資料 對不對 原始資料放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 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抓過來 判斷 判斷是的話 那就是什麼 也許我需要有個變數 叫做抗折 預設值等一下零好了 這個抗折意思就是說 我要算算看 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 如果有一個 就加一就對了 再來的話呢 跑一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 For I好了 等於 第一個字 到 最後字 最後字怎麼知道 LEN 刮糊 把什麼呢 把這個原始資料 把原始資料放在LEN裡面 那他做什麼 去算總共 LEN這個函數 是算總共有幾個字 這個用法VBA跟 那個 就是函數裡面 都一樣 Enter兩下 NAS 他就會做什麼 一個字一個字的 幫我把它抓出來 要做什麼 判斷 IF IF什麼呢 剛剛用call 在Excel裡面用call 可是在VBA裡面 他不是用call 他換了一個名稱 他叫做 VBA 電 第一個字 第2個 第3個 ASC 在那個VBA裡面 他不是叫call 他叫ASC 其實有點像ASC 就是ASC 前三個字 然後做什麼事呢 你就是 判斷一下 那哪一個字 我就是 先用MID 有沒有 先 切什麼呢 切原始資料 把原始資料 這個複製一下 這樣比較快 給他原始資料第幾個字 第1個字 抓幾個字 抓一個字 抓出來做什麼 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 在那個ASC Code裡面 那一定是 一定要是 大於多少 大於40 47 因為我們是 ASC Code表 在這邊大於 一定是大於47 小於 小於58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邏輯 寫在這裡 這空間加一個and 要記得用and 因為 一定要這兩個同時要為處 它才會處 所以 這個複製一下 放在後面 而且是小於58 這邊後面補一個z 然後做什麼 然後 記得就是 這邊好像少了一個 刮壺 大於 這邊 刮壺記的刮這邊 就是給他先 抓 這個是抓第幾個字 抓第1個字 第2個字 第3個字 判斷 是不是大於 這邊好像也少了一個後瓜 好 then做什麼呢 先打andif 我習慣先打andif 如果他是在這個範圍 那把count怎麼樣 count等於 count 加1 就可以了 那這個特別注意 這個是把後面加完丟到前面 OK這個 以前的觀念 記得不是數學那個觀念 就是加完 賦予到前面 OK 所以呢 4 本來是0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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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最後加完之後丟給誰 丟給這個函數 所以 數學 數字各 打錯了 數字各 數 OK 然後丟給他 所以最後記得 把count 當著完的東西 等於什麼 等於count 好 程式寫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其實我覺得反而寫這個 比那個好像 容易理解一些啦 我不知道 因為 如果 寫習慣 我覺得這個 因為你會發現 入門班裡面講的 不壞就 4 4 然後if 這個都固定的嘛 對不對 好寫完了之後 當然你可以驗證 驗證怎麼驗證 很簡單嘛 點下去嘛 出來了 有沒有 按確定 然後給他原始資料 按確定 向下填滿 做完了 應該沒錯啦 OK 再來的話 你說 非數字各的數 怎麼 怎麼寫 其實如果你寫出一個 之後 就簡單了 為什麼要 copy就好了嗎 這邊改個非嘛 OK 然後記得喔 底下這邊也改成非 那邏輯怎麼改呢 邏輯基本上 一樣嘛 就是照剛剛邏輯改 這邊改成什麼 偶爾嗎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的 這個方向 小於等於嘛 OK 所以這邊的話 小於等於 參考一下上面剛好反方向 多一個等於 這邊就是 大於 等於 58 好寫完了 欸 有這麼簡單嗎 這邊記得喔 你不要改錯了喔 好改完來試試看 插入一個函數 非數字函數出現了 按確定 給他原始資料 向下填滿 欸 沒有問題啦 應該都對啦 好 可是其實 後來寫完 之後同學 第一個反應說 其實老師我們工作裡面呢 大部分都不是算幾個 而是要留下那個 你給我幾個也沒用 因為我要的是 裡面的數字就好了 那怎麼樣把裡面的數字留下來 那你想說 傷腦筋又要重寫 不用 其實也是 怎麼樣 就是直接把剛剛的 程式呀 Ctrl C C Ctrl V 因為這個地方本來是 算幾個對不對 很簡單你把它改成S S等於空字串 預設值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了 那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如果它是的話 它就把那個字留下來 那哪一個字 就是它切出來這個字嘛 所以我寫的方法就是 是 是